首先呢 我们需要打开这个包裹 然后确认一下这个包裹的主人 到底是有没有一些有用的线索 一般是查看一些证件呢 还是有没有电话号 然后检验的时候并没有发现什么有效的证件 但却发现了七万块钱 觉得也挺惊讶的 七万块钱可不是小数目 施主一定特别着急 因为跨包一落在车站 施主很可能要乘车离开沈阳 事不宜迟 民警立刻开始寻找施主 我们也都知道他肯定心里特别着急 就是落在这儿之后 如果一旦发现了 他也不会确定是什么时候丢的 所以我就立即了通报了 我们值班室的就是当天的执行队 然后也是执行队里的所有人 然后除了当时有固定岗位的人留在所里 其他人也是发动了起来 这波操作非常及时有效 近净过了十分钟 施主就找到了 我们巡逻的同事 在这个巡逻过程中 发现了这名男子 他通过他在报警求助 询问这些问题的时候 然后发现了他这个物品 在东安检处 来的时候其实挺着急的 也满头大汗 当时行客心情也比较激动 因为他这七万块钱 也是确实是拿回家需要治病用的 该男子也是生成自己在玩微信 玩手机 然后当时也是忘了这一茬了 他就拿着这个包裹 就拉在这就走了 你还没有 我来说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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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